这个大夜市的男人 今天他将挑战从白米高空倒立跳水 成功了就可一举成明天下之 失败的那就落地成河躺板板 他要用这样独特的方式 向自己的老婆展示自己的强壮 如此高度 我瞅得都眩晕 男人要是能成功我倒立吃屎 男人准备开始了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只见男人缓缓倒立 将自己的白嫩双脚勾在扶手上 徐徐缓了几口热乎的大屁 舒展开自己的筋骨 如果给你一百万 你会选择从这里跳下吗 稍作调整之后男人正式开始起跳 他将自己白嫩的双脚从铁架里磨出 然后用尽全身力气绷紧脚背 准备出击 但是大爷必须保证双腿先找地 不然直接就成肉泥了 其实大爷是个专业的跳水运动员 拿过的金牌比你吃过的严都多 会议之后为了虎口进入了一家马戏团 主要工作就是极限跳水 为了就是博得观众的一阵欢呼 一天他必须跳水二百下 几乎每十五分钟跳一次 仅仅都是为了生活 可总是这样没有花样的跳水 观众早都看你了 于是他开始琢磨自己的新记忆 为了今天的倒立跳水 他苦苦练习了一个多月 反复地在不同高度极限跳水 换着花样的跳 只为练就一款惊呼众人的记忆 他最后决定用倒立跳水征服观众 你看看他平时训练的画面 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 可今天是他第一次倒立跳水 我宁愿他成功 我自己倒立吃屎都行 你觉得大爷能成功吗 我们一起见证这神奇的时刻 让我们再一次回味大爷的精彩瞬间 不得不说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这神勇不检当年了 就问屏幕前的男同胞们 有谁可以做到呢 看来我得去到立吃屎了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